正常的就是农村娶媳妇 就是爷爷娶媳妇 多少你给人家 就是毕竟说跟你过日来了 是不是 对 你得有一个过程 给多钱 得有个钱给多钱呢 那你就三万块钱呢 大姐听双标啊 行了这么多回 都没有开口要彩礼 这回咋上来就百家兴去掉照 张口就要钱呢 是觉得大爷长得不到位 用票子来补遗憾吗 家住韭才的张大哥 已经是咱们相亲节目的老朋友了 大哥勤劳苦实又能干 春天种地收破烂 入秋就开始酿醇两酒 一年到头风风火火 少说也得十万打底 上回相亲 大姐的做法连小弟都看不下去了 更何况是大线的小红娘 为了让大哥尽快脱单 于是立马给大哥无缝对接了下一个大姐 李大姐 你好我是红娘小伍 你好你好 哎妈 这不是咱们老年相亲节目组的老人了吗 这都牵手八百回了 咋又冒出来了呢 那个大哥挺好的 哪样都像这么 在节目上他没说清楚 就是说得他说他家房了 就过你下来 其实我们线下一了解 得两年 说两年我觉得时间太长了 就是这个岁数是不是 就这么有事 那当时咋没考虑说让他像这儿出来呢 我说了他不来 他家姑姑那头我指定我也不能去 觉得要是跟儿女在一块的话 就是他才是赌 对呀 咱别给人家喊也挺负担的 是不是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能买我开心 余生很短 不能浪费 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经过深思熟入 大姐还是决定另起炉头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着 那么如今大姐对另一半的要求有啥变化吗 我以前吧 就是说不想除了一个长村周边的 现在一想想 其实别太远了都可以 你就是不除长村周边的 也不能和孩子在一起是不是 当然不能离太远了 大姐我问一下 就现在咱们这种情况 你能不能接受去农村这些生活 只要就是农村吧 我也行 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村员 就是我找农村咋 就我喜欢房向房 院上院的 就员是正经发改过日人 就那种的 那这个大哥 这个大哥家吧 肯定是够大够亮的 因为他前后 就算是两套房 再一个他那个酒房 去了他那个院后室 所以他家房子肯定是够大 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啥呢 因为他一个男的吧 肯定不像女的生活上那么利索 就屋里边可能是多少 会有点乱 这个我能理解 这个这个是这么 我这么想的 他必须是男人 还有还得工作是不是 还得干活 不可能会给天天给家 女家那个时候感情 得挣钱为主 丑丑 这就是做人的区别 上一个大姐就想坐享其成 不用付出一分一好 就能住进乡村大尾椅 咱里大姐学绝的 只要感觉到位 这都不算是 要说红娘这回的红线 签的挺靠谱 事不宜迟 赶紧安排两人见上一面吧 眼眼是肿 眼眼是肿 眼眼这方面 其实我喜欢 那个稍微负他一点 但是他稍微有点瘦 但是眼是正经过热人 这方面是主要的 你去哪 走吧 你两个人走 那他先赶钱 他不一样呢 女士游戏 两人见面后大哥 对大姐感觉非常还不错 那感觉真是麻油半小赛 丑你最喜爱 酒汉冯甘连 珍珍喜欢你啊 大姐的态度虽然有些犹豫 形象上不是自己喜欢的 但也可以取长不短 有这句话就好办了 大哥的优点可不是一行半点 也不管只酒卖钱 就算是酒 还有点别的活 就是说我这买卖也是干活干杂 太干 还有时候还得 就是春天开始得收不了 挺能干的 挺能干的 我喜欢你 到那个啥时候吧 到就是扣这个时候 我还能干点这活 这活也能对我干点 这也要开始个下事 正见过热热的 我喜欢你 遇见你 小孩 比如说你看人家又收破烂 往那又做酒 就没有闲了的时候 人家不带人 对呀 对呀 就是外表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 也是过热热能干 通过大姐小嘴这么一框 大哥就像个街彩球的乞丐 高兴的发傻 那感觉真是胸窝里栽木丹 心花怒放啊 就在大哥开始畅想美好未来时 得知大姐是从城里来的 顿时被乡人过河 心里没底了 其实一起城里 我就让他打出 那城里来的 就是说不适应当农村生活 我还确实最害怕这点 因为咱们家和城里 差老远了行 楼是农村员 我家就是说的 就现在就是住楼 都把农村过来 知道农村的日子 是 怎么过 那只是农村日子吧 心中有数 在农村生活没啥问题 主要是啥呢 大姐她现在就太重了农活 她她干不了 啊啊啊 太重农活我也干不了 太重农活我也干不了 建议是啊 现在能给做饭吃就行了吧 那你还想想找啥样 是呀 我本身以后都不想想干活 还用美女来干活了吗 我找后半生半侣 保证你生老病死 这绑上这边 太好 你要认可我这个人的情况下 咱们啥都好说 保证你又一书一 倒有病了 咱们就不能说 倾家堂产给你治病 也差不多 挺好的 这人挺实惠 挺实在 要说大哥还真挺年们 既然取金门 就要负责到底 大哥的形象 在大姐的心里 再次得到升华 不过大哥 也不要五更天唱曲子 高兴得太早了 大姐嫁过来人家是有条件的 正常的就是农村娶媳妇 就是爷爷娶媳妇 多少你给人家 就是毕竟说跟你过日来了 是不是 对 你得有一个过程 给多钱 给有个钱 给多钱呢 那你就三万块钱 这三万块钱是啥彩礼啊 就一个态度 你对我的一个认可 和你的诚意 你往家真心取老爸的 你多少花点 我也有安全感 你一分钱不花 我这么来了 那你说要就要 说不要就不要 我没安全感 他对你的一个诚意 对 就是一个认可呗 就是态度呗 对谁都不差钱 是我的条件 没人的好 不那么好 我也不差 就是三万块钱 我感觉大哥 他取习了 他也不差 咱们要的就是 这个诚意和认可 哎 就是我说 我就说 笨的 说你这个三万块钱 几万块钱 那个就没有意义了 话说 驾汉驾汉 穿衣吃饭的 大姐要求很明确 不仅要名门正取 还要三输六聘 财力更是一分钱 也不能少 虽然已经是菜摊上的 黄菜叶 不值钱 但咱要的就是一个太多 好在大姐 也长在了大哥的审美上 谁让咱喜欢的 原则这玩意不要了 找着要是找到 后半是万里的 四海也不差 三万两万 隔他隔在那 不一样三万两万 他说还得给 祖六联买 买手是啥不也得花钱 就是三万块钱 现在好像也不算太多到哪去 现在这情况 这是你钱的毛也不多 性格能合得来的话 人一切都好说 实际上 那你说人实际上就弄说 咱们也就 以后也就得认可了 我今早是呢 这三个 我最早是打掌上的 我说花腕帮买买衣裳 再花点身 给买买手势 这是我的初衷 我准备啥呢 就是说这 我请十了桌 这十了桌 我请大伙吃一顿 清净黄草有了 多分零了 就是一分钱 不随 不让他们花随理钱 因为我请大伙 必须得吃一顿 就是说 这个完成了 就赶了最后 就嫁了一次 人选择一次 就喜欢大的方法 我指定的就是那时候 我指定的就是预备一次 听到大哥不行给彩礼 还要大好大半 大姐很是期待 那感觉真是捧着鲜花坐飞机 美上天了呀 因为这是大事 对我来说我觉得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期待有一个婚礼 对 那可期待呀 虽然不是大哥起手坐的 但是人家也是找人过来忙着的 也算是俩人第一次吃一顿团圆饭吧 是不是啊 相互说点啥 大哥先说 想要是能说这句话 我也紧张了 其实这句话我也说得好 不会表白了 早上美女头一次 进咱家吃饭 但是这个时候得吃好 吃饱了是吧 还是正常 重点是吃饭 是吃好喝好吗 重点是啥 重点是王俩以后 那是吧 出好呗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祝福大哥大姐 早日过上没修没糟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乡亲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按你们的小咖 我们评论区见 我们下午完整个小咖善 您把乡亲给我留下地 谢谢大家